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我一样是你们的好朋友再见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原创的作品 一个精灵球的制作 首先是材料 这里给大家列出来了 材料看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开始制作了 取一个普提根的果子 我买的是23到25毫米的普提根 小的普提根呢可以做精灵球 还可以做玲珑头子 记得买上红豆 最大的呢还可以做戒指 好了打磨一下表面 里面是白色的果子 好了把表皮全部剥掉 然后横着从中间锯开 这里可以用台阶固定 因为有一半的果子中间有一个小孔 所以说要用另一半没有小孔的 剩下的一半放到旁边 还有其他的用处 好了上半磨的材料 我选用的是磕痰 可以多买几块 从中间挑一个颜色比较浅的 我这是二神二的猪子料 所以说一半就够了 好了 剥好之后 再取一块紫光痰的书剑料 确定一下大小 锯开 然后将这三种材料打磨平成 尤其是这个布提根 最后将这三个材料 这样组合起来用502毡 用砂纸一点点的把它磨成 近似的球形 越近似越好 拿出修圆器 这个修圆器呢 本身是用于电动工具的 而不是我没有电动工具 所以说只能手动修圆了 像这样不断变换角度旋转 此过程极稳漫长 十年之后 好了修完了 它现在是一个标准的球形了 在上面打个洞 洞的直径也为9毫米左右 可以先开一个小洞 再用木棍缠上砂纸进行扩大 换好之后 取一小块紫光痰 这个太大了 我们把它掰小一点 嘿 掰开了之后呢 还是太大 再小一点 嘿 还是太大 嘿 好了 大概就是这么大 掰不动小伙伴呢 可以用锯子去看 用手钻 在中间打一个小孔 把桥磨掉 用木棍之类的东西 塞到小孔中 用杉纸这样旋转的磨 把它磨成一个圆柱体 直到正好呢 按照这个洞中位置 好了 把中间的洞 再扩大一下 好了 拿出刚才普提根的另一半 切出一小块 取出AB胶 我们好 用一个小棍扎上 再像刚才那样 磨出一个小圆柱体 刚好 可以套进刚才那个圆柱体中 左和起来 滴上浇水 打磨掉多余的部分 然后在上面 做好标记 打一个孔 用了串绳子 然后用修员器再修一下 最后 又是激动人心的挡着时间 从5000目到3000目 最后用5000目 泡光一下 好了 泡光完之后 就非常好看了 涂上木辣油 最后 穿上绳子 好了 完成了 也是非常的好看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投个硬币 我们下期再见